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557集 当时石渊至尊给予秦臣的感觉 好像是一尊无法匹敌的魔头一般 可现在 当秦臣再一次看到石渊至尊的时候 他的眼瞳之中 至尊之力流转 石渊至尊体内的渊魔本源流转 竟然是被他一瞬间 窥探了个七七八八 一种掌控一切的感觉 从秦臣的身体之中生腾了起来 对方不再是不可一世的盖世强者 而只是一个在秦臣看来 普普通通的高手而已 不过 秦臣并未对石渊至尊动手 因为他深知 渊魔老祖正在迅速赶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足为惧 但是 渊魔老祖一旦赶来 他必然危险 哼 魔子 你渊魔族的魔子 和本座有什么关系 秦臣冷哼了一声 懒得理会对了 石渊至尊面色一沉 寒声说道 你找死 轰隆的一声 他身上涌动着滚滚杀机 一瞬间锁定秦臣 可怕的渊魔之力 宛若是浪涛一般 冲击而来 滚 秦臣身上气息震荡 一瞬间就将这股渊魔之力 冲击的是四分目力 与此同时 秦臣的目光扫视四周 立刻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无极至尊 当即哈哈一笑 人族的无极至尊 不如和本座一同杀出去如何 无极至尊一正 悬寂笑了 哈哈好啊 轰那一声 无极至尊身形冲天 浩瀚的命运长河 环绕他的周身 和秦臣并列在了一起 走 两个人冲天而起 直接冲向了黑暗禁地的外围 拦住他们 荒谷至尊冷哼了一声 此时也感觉到了秦臣的不对劲 他对着下方破军肉身 强喊哄气 同时对着石渊至尊等人 发出了一声高和 差时间 石渊至尊带着诸多的冤魔族的高手 对着秦臣和无极至尊 强势上来 此刻 冤魔族的诸多至尊高手 已经纷纷苏醒 一尊尊的高手迅速地汇聚此地 普通的至尊根本无法逼近这里 能加入战场的 至少也是魔心长老 古魔长老等中旗至尊级的高手 其中 甚至有一些古老的冤魔族至尊在复苏 这些高手在石渊至尊的带领下 强势杀来 其中 古魔长老张口一吐 移到奇功 飞驰而出 正是一兵漆黑的魔旗 这魔旗稍微一阵 轰轰的 无数的魔旗冲天 遮天蔽日 席卷天地 盖压向了秦臣 魔心长老也是疯狂了 大手一挥 一副远古魔图出现在了空中 魔图之上画着一位远古魔神 怒目远征 轰隆隆的 无尽的魔气搅动天地 大陆动摇 镇压下来 打得黑暗禁地的虚空 都在剧烈的晃动 好似要崩塌一般 连黑暗禁地坚固的法则 都开始破碎了 其余的强者们 也在石渊至尊的带领下 各个施展出了杀手锏 天地一片苍茫 足足近十几名至尊 联手向着秦城和无极至尊击杀 而石渊至尊的目标 则是锁定了无极至尊 轰抵着 一方魔印出现天地 对着无极至尊 便是狠狠地砸落下来 因为无极至尊修为最高 自然也是石渊至尊亲自对付 他们要把秦城和无极至尊 两个人全都震杀在这里 哼 你们还想对本座动手 不知死活 既然你们都想死 那本座成全了你们 秦城一步踏出 大吼了一声 天地破碎 大地军裂 以他为中心 黑暗禁地的方圆 足足上亿里的所有虚空法则 全部被一阵而碎 化为了茫茫的虚无 秦城身躯威尔 怒吓了一声 双手一举 顿时这片混沌虚无之中 一片黑暗亡血气息弥漫了开来 宛若是一轮黑暗烈日 在冉冉地升起 照耀世界 巨大的力量 把古魔长老 魔心长老等诸多魔族高手的攻击 全部划进 这诸多魔族长老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期之尊 其中强大的也不过是中期巅峰之尊 仅有一些冤魔族的老孤董 一身的修为接近后期之尊 若是在突破之前 如此之多的强者联手 秦城定然要麻烦 但是如今突破至尊 秦城的实力提升了何之百倍 诸多冤魔族至尊 无论是如何攻击 都轰落不到秦城的身上 反而是被秦城释放出来的气息 直接给轰碎掉 轰隆一声 古魔长老的魔旗直接倒飞出去 烈烈招战 发出了撕拉的声音 好像要被秦城的禁忌 给直接撕裂一半 而魔心长老的远古魔徒 也是轰的一声紧绷 上面的魔神图案 剧烈的扭曲 被秦城释放出来的黑暗气息 直接入心 魔徒才智直接腐败起来 其余诸多魔族高手的攻击 也是奇奇碎裂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古魔长老狂吼咧咧的 我的万族血旗 可定一界 魔为同天 血洗一方大路 可为何撕裂不开对方身上的 黑暗之力防护呢 此人究竟修炼的是什么神通 我那心魔徒陆 可顷刻之间覆盖三千世界 毁灭万界星辰 遮蔽一方宇宙 为什么入侵不了死人的肉身 魔心长老执掌心魔屠露 连连的攻击 也是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死后 震惊无比 因为他们的攻击 竟然是连秦城的护体之力都撕裂不了 简直是耸人听闻 刷的一声 在两个人疯狂的震惊之时 秦城脚步一动 已然是冲杀了过来 他一步跨出 直接是穿越了无尽的虚空 仿佛是刹那之间 就已经是来到了两尊盖世 魔族至尊高手的神情 时空的概念 已经是被他扭曲了 如今的秦城一步之间 横跨时间 空前 快到两个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可以说 宇宙至高规则 都无法阻止秦城的出手 轰那一声 秦城直接出手 大手探处 宛若是山岳一般的抓向了两人 就听得惊人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秦城的大手探处 黑暗之力席卷 比星辰爆炸 还要恐怖上无数倍 雷霆 火焰 各种力量到处迸发 简直是无可匹敌 不可 拦住他 古魔长老和魔心长老 神色大惊 奇奇怒吼 急忙地施展出自己的 万魔血旗和心魔屠鹿 阻挡秦城的攻击 就听得 砰的一声 两人吐出了一口鲜血 万魔血旗撕裂 那心魔屠鹿也被打得崩碎 一重重的黑暗气息 直接涌入两人体内 宛如树无尽的黑暗神火迅速燃烧 入侵两人身体 黑暗王血的力量已瞬间不放 武魔长老和魔心长老身上瞬间燃烧起了漆黑的黑暗火焰 秦城一招就把两大冤魔族强者打成了重伤 滚滚的黑暗之力 更是轰入到了两大高手的体内 深深地伤害着他们至尊的本院 自从突破了至尊境界之后 秦城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种 可以媲美顶峰至尊的地步 这古魔长老 魔心长老虽然是强大 执掌约魔族执法殿 一身修为通天 但是哪里会是秦城这种盖世巨步的对手啊 你们两个人死吧 一拳轰飞两人 秦城并不在乎 也不放过 双眼一阵地闪烁 黑光暴射 五指张开 向前猛然地一撞 气筋炸开 压塌了这方天地的虚空 直接扭曲下来 对着两个人的本员进行攻上 要把这两个人彻底地击毙在场 滚滚黑暗之力涌动 在秦城周围燃烧着 把秦城的身躯衬托得好像是一尊永远无法被击倒的黑暗巨神 他的身躯越来越高大 击败至尊 好像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此时此刻 诸多冤魔族的高手心中 都产生了一股无力战胜的感觉 该死 离冤万戒 原本杀向无极至尊的十元至尊劲状 立刻是发出了一声咆哮 在秦城出手的一瞬间 突然转移对手 直接杀向了秦城 在他的心中 一重重的冤魔气息迸发出来 突然打出了绝世大杀招 一条条的冤魔之道 冲天而起 化为了万道河流 演化出了冤魔族的真谛 一面巨大的深渊突然飞出 抵挡在了秦城的大手之前 谁敢做 秦城身躯一阵 五指捏拳 凭空轰击 不低声 一声巨响 十元至尊的 临冤万戒之道 被击得粉碎 身体连连地后退 口中喷射出来了鲜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